这些人他会付出伤悖的代价的 第一国文法是有欲外权的 在香港以外你犯了国文法 也是要负责的 所以我们会第一终胜追究他的行责 而且我们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是追究他的 这个第一个代价 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他要付出法律代价 第二个代价都是因为他逃避我们的拘捕 现在已经是一个逃犯 长期做一个逃犯 第一他自己已经付出代价了 家人也付出代价了 另外呢 当这些人的政治嫁及已经没有了 因为国际关系千变万化 当他再没有政治嫁及的话 可能有人叫做放弃你了 那么我们拘捕他的时候呢 第一你终身逃犯 这个事情你已经是一个代价了 第二我抓到你的时候 你的法律责任也要付了 就是伤悖代价 而且呢 很有可能我们加控 他违反 除了违反国文法以外 有否违反法院的一些命令 或者是他逃避的时候呢 有没有犯我们一般说的 是防外司法公正 这是罪行 所以他是会相悖付出代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